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是有点不合逻辑 那么韩国瑜确实受到我们非常多的党员的支持 黄复兴党员我知道很多人事实上都是韩粉 不过因为韩国瑜现在他是立法院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他在立法院的院长的位置上 处处都被民进党用放大镜甚至显文一记在检验 所以明年的党主席改选 在现实的考量上韩国瑜很难再回去去选党主席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财测黄复兴要把他引申成是卡韩 或者是怕韩国瑜去选党主席 我觉得这是没有sense的话